仗如来神力上升三十三天 感恩佛力加倍 呈白莲花出发 阿弥陀佛 阿玉向判官何时 阿玉请问判官 丰都大地明君阎王 当时上奏天地 欲撰写《音律无情》一书 劝话人间 请问天地有何开示呢 判官说 我正有公事 需要上天界汇报给天地 就带上你一起去天界 拜访天地吧 我开心感恩判官 我们飞去天界了 当我飞到离开人间的地面 约六千米时 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清静安稳 看见有些天人在飞翔 一看见宫殿房子了 天界的宫殿房子会放光 精美漂亮 不像人间的房子没有光彩 现在来到一个大宫殿门口 门口的上方写着地市天三个大字 有两位天将手持兵器 很魁梧威严的样子 他们好像认识我们两个 很有礼貌笑着迎接我们了 判官告知我们要拜见天地 两位天将说天地刚才交代过 若我们来到 无需再通知 可以直接进去了 当两位天将往两边一站 门自动开了 我们往里边而走 这个宫殿不但大 还特别庄严 闪闪发光 看见天女了 天女们个个都长相漂亮 气质非凡 人间最漂亮的世界小姐 来到这里都马上黯然失色 天人的身体也是化身 跟地遇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天人们自在轻松 每个看上去都是开心快乐 天界是没有任何痛苦 天人们穿的衣服轻飘飘 看不见逢过的痕迹 真是天衣无缝 当我来到天界时 感觉人间实在是太污秽了 当我去到地狱时 感觉人间实在是太好了 因此我们人还是要一直向上升 越上方越清静 越低处就越痛苦 有位天女过来带领我们前往 也确实是宫殿太大了 现在见到前方出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 我们进去了 天女报告天地 地狱判官及杨坚民女上官玉华来拜见 坐在大殿中央最上方那位就是天地了 天地向好庄严慈悲 头戴古时候的中国式皇冠 官是长方形 前后有一些垂帘 天地相貌 令人望而心生敬佩 天地衣服颜色 散发着淡淡柔和的七色 虽然有七种色 但一点也不刺眼 还很有层次立体感 看了感觉很自在轻松 天地星光发出的光芒 可以笼罩整个天界 判官向天地行拜见礼 我亦跪在大殿上低头拜天地 此时天地慈悲的声音说 上官玉华你起来 你是否想问灵府 转述音律无情 朕有何想法是吗 天地衣服的颜色在变化呢 刚才还是七色 现在变成白色 米白色 淡绿色 金黄色 天衣无缝 已经节省很多裁剪时间 衣服还可随心所变 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是啊 女女是想请问天地 传述音律无情一书 各种缘由 天地感慨地说 人间极下三途众生 除了很少部分 是他方国土的佛菩萨 承愿降落人间 去度化与其有缘的苦难众生外 其余天界以下的众生 全部都是朕的臣民 他们自堕落人间后 随着在人间的流转 习性污染 距离天界越远 能成功回到天界家乡的 也越来越少 人间众生 每天所发出的不良意念 已经严重破坏天界居住环境 令朕的宫殿黯淡失色 时至近年 人心骤然急剧变化 藐视因果 视邪淫为时尚行为 导致一股 集邪之银气直冲云霄 犹如利剑 剧毒之云气笼罩天界 如此下去的话 不久人间众生将全部堕落地狱 正当朕思维如何解决 处理此人间大劫难之时 封都大帝发出一份紧急名谍公文 即向朕上奏寝示 说明地狱已经爆满 工作人员也严重缺乏 所以决定大谢天机 欲寻找一合适洋人 来参观地狱后 传书籍 并名音律无情 流通人间 以达挽回世道 净化人心之效 于是 朕就请福会圆满的佛 为朕寻觅一位适合的修道洋人 一定要在清醒状态下 往地狱参观后 将所见所闻的实况 回洋间著书 所以你必须好好承担这份神圣工作 不负朕给你之使命 所有众生的源集都是来源于天界 你们现在是分集到人间去了 堕落地狱地狱就像个监狱 把众生困住 等众生真心忏悔改过之后 就会回归天界 因律无情的因是指阴间地狱 律是佛律 天律 地律 人律 若人间众生触犯了戒律法律 就一定要堕落到阴间地狱 受应得之无情果报 因此在生时 从善者一定不会堕落 行恶业者 因律对他们就一定无情 若要避免因律的无情果报 必须人人行善 静心修道 生命亦必定可升华至天界 朕已委派天人 勿佑你写 因律无情这本宝典 望因律无情一书 尽快出版流通人间 净化人心 众生都能如期回归天庭家乡 若有洋人自阅读此宝典后 辗转翻印流通者 所求一切善愿 朕都会派与其有缘之天人 祝其满愿 望众生深深体会我之用意 上官玉华 这个水果你吃了吧 我开心的双手接住了没吃 心中正在想 我该送些什么礼物给天地呢 跟着听到天地说 你为何不吃 我感恩地回答说 愿将天地的恩赐能带回人间 给老父亲享用 天地说 你的一片孝心可嘉 但你父亲暂时还未具足 吃这个水果的福报 这个仙果 这个仙果你还是吃了吧 将《音律无情》一书写好流通人间 对朕来说是最好的礼物了 于是我心怀感恩吃了这仙果 这仙果除了看上去新鲜水润 吃完 吃完还感觉口内清纯甘甜 人轻轻舒畅 在人间的确从未吃过如此清纯甘甜的美果呀 阿玉身体顿时充满力量 回去要认真把所见所闻写好 感恩天地的关怀照顾 阿弥陀佛 下民上官玉华就此拜谢天地 下民告退 判官终于可以开始他的工作了 为我占用很长时间 感恩判官 阿玉向判官何时行礼 若不是因为要赶着回去写文章 如此清静的天界 真想坐下修修禅定 可是时间紧张 还是成白莲花先回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